歡迎來到一個玩具介紹 今天在看這個S Code Toys 1比12的 Christopher Reeves 超人 這是一個很經典的超人的電影樣子 之前有其他公司也有推出過這個樣子 例如Negga 很多年推出過 但現在那個模型是難找的 還找到很多都開始斷關節或難 而且關節都沒那麼好 淘寶也有翻版的Negga 但淘寶的樣子我就不知怎樣 這個就是一個Amasko Exclusive 也就是一個Premium figure 所以它是一個鐵罐進來 這個圓形罐其實引得挺漂亮 有它的電影logo在上面 上面的罐都有它的logo 但我不喜歡這些圓形罐 因為始終收藏不是最好的方法 始終都是一個正方形的盒 當然是最容易收藏 好 因為這是Masko的獨家 Exclusive產品 除了裡面的超人Figure之外 還有它一個logo裡面的偽公仔 它的頭動得 手動得 腰動得 腰動得 腳動得 和腳動得 除了這之外 裡面也有它的logo的貼紙 一個多謝的note 其實真是浪費氣 還有一個基本的說明書 拆開這個盒子很簡單 它有四個這樣的位置 開的時候我建議你這樣打橫 因為這些東西真的會掉出來 有這個最大的座 這個就是最獨特的地方 有他們平時的普通座 有Superman的Logo在這裡 這個裡面也有一支 Display的棍子 還有一個索膠袋子給你安裝配件 我想如果你不保持盒子可以用吧 但是你不保持盒子怎麼安裝這東西呢 Figure盤裡面除了手套上的兩個拳頭之外 還有一對手套的手 飛行手 這個都是放鬆一點的手 還有拿東西的手 拿水晶的手 這是Cryptonite的項鍊 一塊Cryptonite 一個綠色的一支 小時候找到那支 還有兩支白色的 這三支其實裡面也有少許鐵在這裡 或者我不知道是否磁石 就會影響後面的聲音 等一下再說一說 除了沒有表情的樣子之外 除了沒有表情的樣子之外 這個有少許笑的樣子 還有笑得更多的樣子 最初看到的樣子也覺得有點奇怪 但我看回第一部電影 最後飛的樣子的時候 我看的樣子其實都很像 而且它在電影裡面也有怪怪的 這個座椅其實也做得真的很漂亮 如果你看回以前那部電影 它站的位置也是有一級的 它整個Fortune of Solitude 那個基地都是這樣的樣子 一塊塊好像一層層的走路 所以我覺得這個樣子可以的 如果你自己想有一個顯示器 可能用A4的紙印幾張背景 地上已經很足夠了 所以我真的不需要刻意去剪膠 或者就一些立體的顯示器 因為這個已經立體了 它的噴色有漂亮 這些透明膠都做得非常好 下面其實有三格 它有關、中間和開 開是這樣叫開著 令它發光發得都很厲害 所以我都調低一點 ISO 給你看看 你看到它的光是真的做得很漂亮 而且很多的光都是去到這些 透明位的頂頂 就做得非常好 它在這裏中間有個洞 就看到這支東西是有一個鐵在裡面 那你就把它放到中間 你把這個好像在電腦裡面 插進去好像電腦USB一樣 它又是會穿的 你拿起它 關掉,關掉,關掉 那我覺得這個功能有什麼用呢 如果你純粹在顯示器的時候 當然不用整個東西拿起 就算方便一點 或者如果你做Stop Motion動畫的時候 都會有用的 即是你真的逐格逐格去動 把那個Crystal放進去 那你逐格逐格去動 你當然不想整個東西拿起 要不然你全部都要動 就會亂了 那我都叫做有一個功能 但開頭 我都覺得為何要特意做多個按鈕 我覺得其實都可以的 那這個座位做得很漂亮 其他配件我都覺得很足夠 那看這個模型 頭部真的覺得很像它 上色、頭髮、眼睛 有一點點光 有 真的做得非常好 如果你喜歡Christopher Reese的話 這隻真的沒有第二隻威脅 暫時來說 真的很像 真的很漂亮 整件衣服的顏色 我都覺得做得很好 logo 印得很好 還有腰帶 HER 也做得很漂亮 斗篷後面也有一個 logo 印在這裡 這個是正確的 斗篷雖然有點短 但也有兩條歪線和電影裡面 它這個托門真的不太長 我覺得還可以的 我純粹本人會喜歡它長一點點 但跟回電影的話 這個其實已經可以的了 我有少許問題 這個模型本身覺得 身形不太像Christopher Reese 我覺得只不過是 他們用平常用的肌肉身形 去放進去 另一個身形我不喜歡的地方 就是這裡沒有一個額外的肩膀關節 讓他的手不能前後動 變成有些姿勢 例如他摺上雙手 那些姿勢真的會很難跌 這個模型 另一個要小心的地方 就是衣服在身上 真的挺緊的 雖然衣服有一點點彈性 但你動手的時候 當然彈性 某個姿勢 放得太久都會沒有 所以通常我動手之後 都會動一動他的衣服 讓他沒有摺得那麼厲害 以及沒有斜得那麼厲害 當然有些位置不可以這樣做 如果像手這樣鬱起的時候 你沒辦法一定會斜 所以這些模型 在顯示的時候 真的肥膀 就盡量不要這樣做 因為會鬆開 手就好一點 手音可以拉高一點 不會影響 但他的褲子 就真的不知道 裡面應該是疲勁了 所以這個位置 真的沒有辦法去拉鬆 當你擺某些姿勢的時候 另一個我不喜歡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的橡筋 他也挺薄的 如果我這樣斜一斜 看到他下面的膚色是顯出來的 那我就不太喜歡 其實覺得這些肌肉的肌肉 也有一點點顯出來的 那我就在想 如果他裡面的膠 你看不到那些位置 他用黑色或藍色去遮瑕 就會好很多 現在看到的肌肉 就覺得有點不太漂亮 好 關節上面 他的頸部可以向下 向上左右 然後轉轉 手向上 向後 轉轉 可以轉轉 但還是那句話 你一旦轉就要把衣服移動 讓他沒有那麼困難 這裡可以轉 手臂是這裡 這裡跟SHF一樣 手是旋轉的位置 身向後 向前 左右 也有很多 轉就不要轉太多 衣服應該是被你疲勁了 腳 膝蓋 膝蓋 出一點 出一點 這個位置應該沒有那麼困難 底部始終要遮蓋 可能是在那裏放多一點 這部位置就不是用布 只不過像平時一樣 前後再後動一點 好了 那好吧 所以這個模型 它算是偏貴一點 但想到我盒子裡面 拿到多少東西 這個顯示器 只是外面 如果分開買一個類似的東西 可能是幾百元 可能是四五百元 這個模型 真的製作得很漂亮 又真的很像 那件衣服也製作得不錯 我覺得整體上 如果你喜歡經典的DC電影 這個模型 是值得去買的 我也很有期望 《89》的P4合 他們推出的時候 會比SHF那個更漂亮 買回來 真的有點尷尬 我也很期待他們的P4合 在想它會不會推出其他 可能是閃電盒 或者是神奇旅盒 即是舊的電視 也會不錯 也會不錯 或者60年代的P4合 也會不錯 但我也看到 麥花蘭他們推出的 60年代P4合 他們的1比12 真的會比較大 這個MASCO的尺寸 就類似SHF 多一點 就是小顆 如果你喜歡 舊的DC英雄 這個是非常好的 我建議你去看看 尤其是現在 其實香港的價錢 都是比原價 好像低了一點 也可以去看看 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